確實這些內容是不適當的 所以在第一時間 我透過新聞稿 來向社會表示歉意 因為教育部作為教育主管機關 應該是要以更正向 來傳達相關的理念跟價值 也應該來支持多元的價值 尊重個體的主體性 另外我也覺得這部片子 有必要即刻做下架 之後再來重新做一個審視 我希望教育部傳達出來的這些訊息 能夠都是一個正向 當然更鼓勵我們年輕人來婚育 能夠讓我們整個出生率也能夠來提升 當然政府各項的措施都是要來做支持 我不希望因為這樣的一個理念上的不適當 反而引起大家的誤解 我要代表教育部深深的對這樣的一個 不適當的影片表達最深的歉意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我們會不會再熱的 我們會不會再熱的 無論如何都會為使 兩個酒帝 我們會不會再熱的 我一定會不會再熱的 然後我會讓你推小雪